你还没脚吗 这个头皮有点异样 有好多的味道还没了 我还想要在前面脑上了 拿那个山油粉来洗个头 我去试一下 书我的名字 为我咬着它走 拿这个山油粉来洗头 这是我妈的最爱 山油粉里面分了一小包一小包 拿这个小包来泡个水 粉包丢进去开水 这个温苔水慢慢给它融化 像这个粉包一丢到里面去 这个水就化开了 粉包给它挤一挤 里面有很多枝叶出来 深褐色的 这个拿来洗头发 这个粉包再给它挤一下 大概把水分挤好 然后就放到上面去晾晒 接着下次还可以重复利用 像这个枝叶一虎扣洗了 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这个枝叶弄到眼睛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因为脆越来越洗 它去油特别好 反正是洗的时候 头部不痒 你们要麻干眼睛的部分 不要让这个枝叶流到眼睛 现在开始用清水冲洗干净的水 可是第一张眼睛就用清水冲洗 现在就麻干头发 拿出一个头发 洗了个头发之后真的很舒服 头皮都不痒了 感觉特别清爽 洗完整个人 头发都蓬松了 然后头皮也不痒了 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